门口堆满了从屋里清出来的杂物 这是圣游马永乐的住家 对健康已经造成了威胁 其实安主不知道几时的 他们生病的人不知道明天是几时的 随时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尽快地去帮他清理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正常的家里风景 然后生心灵健康去面对生活这样 原本是音乐家的马永乐 患上肾病后被迫放弃工作 专心接受治疗 也因此全身无力无法打扫家里 整理家中的杂物 扫走墙上的蜘蛛网 清洗厕所 用上了两天的时间圆满完成任务 这个煤气屋上面 都有很多那些油脂 那个油脂也是 应该是很长久的时间没有清洗了吧 我就倒了很多那些清洁剂 然后再用这个铁瓶网 要很用力地在那边 务力地在那边查 马永乐我认识的 他也是圣友 是我们在一起 北海持基洗洗洗中心 一起洗洗的 朋友 谈得来的朋友 然后我看他这样子 我们就只一说要来他的家 帮他清扫打理 然后我们做得很快 清扫后 家有了全新的风貌 也多了祝福和希望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林圣梅 马来西亚报导